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删除还有个呢就是按类型进行删除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如何将物体进行删除 我们在场景内呢创建一个物体 Ctrl D咱们复制出来一个 再复制一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选择当前物体执行我们编辑下的delayed 删除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我当前选择的物体进行一个删除 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 这个物体呢做了一个删除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按键盘上的delayed键 也就是说当前它的一个快捷键也可以进行一个删除 看一下 或者呢我们可以直接执行我们的退格键 也就是我们的by space键 在我们回车键上面的这个退格键 也可以呢将物体进行一个删除 这个呢就是咱们当前删除 它不光能删除我们物体 也可以删除我们物体表面上的点边和面 我们看一下现在能选择当前物体上的面 我们可以执行删除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将我当前这个物体上的这个面啊 进行一个删除 或者呢我可以删除边 按delayed键 或者呢我可以删除咱们当前的一个点 看一下 将我这个点删除了 这个呢就是咱们当前的这个删除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将 物体呢进行分类式的删除 我们可以执行当前 delayed它下面这个分类删除 这个分类删除呢分的好多类 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清空历史 什么叫清空历史呢 它可以把我当前物体上一些操作过的信息呢 做一个清除 比如说现在我对物体执行一次smooth 看一下在这呢 它就有一个smooth命令的一个显示 现在呢我想把当前它操作过的命令呢 做一个清空 这样的话呢我这个文件在存储的时候呢 它就会比较小一些 看一下 我点击清空历史 在这个位置呢 它就会把我当前这个物体上曾经操作过的信息呢 都给它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清除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当就是当前第二个 它是一个未变形的一个 未变形的一个清除的一个选项 什么意思呢 它是对我当前蒙皮蒙皮之后的一个物体呢 进行个删除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创建一节骨骼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创建一节骨骼 回车键 选择骨骼加选物体呢 咱们给它做一个蒙皮 看一下 当前这个球体上呢 有一些曾经操作过的信息 如果现在我直接执行清空历史的话 这个物体呢 它会和骨骼呢 做一个脱离 所以说呢 这个咱们是不可取的 是不可取的 咱们想不清 不脱离当前咱们的骨骼呢 然后呢 还清除下面的历史 咱们可以执行当前第二个选项 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 上面一些选项呢 它就做了一个清除 然后呢 咱们当前这个球体呢 还是保留在我当前这个蒙皮上 这个呢 是当前咱们第二个选项 也就是说 它清除一个未变形的一个历史 然后呢 咱们再看一下第三个选项和第四个选项 当前他们两个呢 一个是对通道 另一个呢 是对咱们当前的净通道 他们两个呢 基本呢 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 我对我当前的这个球体呢 做一个K针 S键 看一下 我现在执行我当前的通道 点击 这样的话 他就会把我当前通道上的信息呢 做一个像这样的清除 这个呢 就是咱们当前的通道 净通道呢 也是通理 看一下 他可以 也可以对他呢 做一个像这样的清除 这个呢 就是他们两个的一个 嗯 一些功能吧 然后呢 我们展开当前通道和净通道 后面的这个菜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们呢 是完全一样的 是完全一样的 他们的区别呢 唯一就是说 可能通道呢 他包含的这个信息量呢 要大一些 但是这个净通道呢 他针对的这个数值呢 会少一些 所以说一般呢 咱们都会应用咱们当前的这个通道 来进行删除 好了 然后呢 咱们再往后看 后面呢 是一个路径 删除的一个是路径 运动的一个路径 咱们当前这个选项 我们可以呢 创建一个圆环 再创建一个球体 我们可以让这个球体呢 在当前这个圆环上呢 做一个路径动画 我们可以执行当前的这个路径动画 看一下 我在点击播放的时候 这个球体呢 他就会在我这个路径动画上进行一个运动 如果想删除当前咱们这个路径动画呢 我们就可以执行咱们这个删除运动的一个路径 看一下 我可以点击 当前我在点击播放的时候呢 这个球呢 就不在我当前路径上呢 进行个运动了 这个呢 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删除 删除的一个路径 所以说呢 我们在删除某一个局部的时候啊 一定要针对 针对我现在要删除的部分来删除 说不要说 直接都点击咱们这个清空历史 这样的话是比较不科学的 好了 然后呢 咱们再往后看 后面呢 它是一个 清清楚我们当前的一个离子表达式 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 我创建个球体 我为当前球体的其中的一个选项 一个属性呢 我们为它创建一个离子表达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呢 为它创建一段表达式 我现在随便写一段 比如说我在这写一个 让它等于一个随机的 随机的一个函数 让它等于一个十 好了 然后咱们执行 当前呢 它变成了这种紫色状显示 说明呢 它现在呢 已经 它现在已经产生出了像这样的一个呃 离子离子表达式的一个效果 现在呢 我点击当前咱们这个选项清除咱们这个离子表达式 点击看一下这个离子表达式就没有了 但是呢 我清空其他的选项看一下这个位置呢 它还是存在的说明如果想清除离子表达式的话 咱们只能用当前这个选项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再往后看 下面呢 是一个约束 清除我当前的一个约束 Ctrl N 咱们新建一个 我现在呢 来创建两个球体 让两个球体之间呢 产生一个约束 我让球体一来约束当前球体二的一个旋转 在这呢 我点击当前旋转这个约束 看一下 现在呢 这个球体在这个位置呢 它已经有了一个约束 我们现在执行清除约束 点击看一下 这个约束呢 就没有了 这个呢 是对当前球体约束的一个清除 下面呢 是对当前我场景内的声音进行清除 因为呢 我在我这个场景内呢 没有声音 所以说呢 咱们不能对它清除 下面是一个资源 资源清除 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对我当前两个球体呢 咱们来创建一个资源 看一下 现在呢 我在这个大钢式图内呢 它就会显示出我一个资源包 我现在就可以对当前这个资源呢 做一个删除 点击看一下 这个资源包呢 就没有了 这个呢 是对当前我资源的一个清除 然后呢 咱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 是对当前钢体的一个清除 我可以对当前这个球体呢 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钢体碰撞 钢体碰撞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如果想对当前这个球体呢 做像这样的一个清除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执行这个钢体清除呢 就可以了 和上面的操作呢 都是一样的 看一下 当前这个呢 就是我这一刻讲的 如何呢 来进行这样 这样的一个分类清除 所以说呢 我们在对物体进行清除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好 我要清除清除的一个类型 不要说直接都点击咱们这个清空历史 这样的话呢 是不好使的 好了 这期课呢 咱们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